我觉得我不是 我觉得他还是客气了 我觉得肯定打得最好的还是肖金腾 他拿了那么多分 然后他打的是真的好 我觉得我就一般吧 我休息的话 我就是每周六会去打 然后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就每个星期都有一场 然后打什么位置 我们都因为不是打全场 我们都是打半场 所以也不太分 反正我肯定不是打那些 那这几号什么话里面 休息的时候会打 不知道呀 我才进去两天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打 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吧 因为像今年跟郭艾伦一起打球 然后我就看他 哇塞 就是肯定不是一个级别的 然后 也能或多或少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在对篮球的一些战术的理解 上面会比以前更深度一些 我们家直接就看到 我们家直接看到飞机就飞过去 对呀 对呀 会就是你看到那种大的场面的时候 就是还是会起鸡皮疙瘩 然后有有有几目 还是还是有点眼眶有点泛红 就是还是激动的那种感觉 那肯定看到了 你以前你感觉去看了就看了 但是这次你要去拍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一听到这个 你会觉得很激动 我觉得潜移默化有一些东西 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影响吧 你不可能完全 对呀 你说 你为什么 就是被拍到了 就是你不好 就人家会乱写 不好 就会教坏小朋友 等等等等等等 怎么样啊 就是所以你在很多时候 你不要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还是会去想 对呀 是挺辛苦的呀 就是他们是 就是 一旦那哪有事情就 一堆人 后面还在冒烟呢 那种 我觉得 我肯定非常需要他们 其实我真的很需要他们 因为在有些时候他们能够在这个环境上面帮帮助我很多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谢谢他们 然后他们确实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他们的内心肯定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对 因为是吧 又没有的事 然后又要去 去 然后去掰 掰过来 然后那肯定就是 对对对 跑断腿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内心是很强大的 然后 哇 现在 现在还好 现在还好 然后我觉得 对对对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 就是大家特别的可爱 因为现在不是杠精很多吗 然后就不是那天拍了我一路透的那个 我在医院拍戏 路透了一张照片 然后 马上我就看到下面有一个 肯定是我的粉丝留言 就说 防杠精来黑 这个我们演的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从慢慢慢慢进入到当兵 所以为什么现在头发还没剪 就怕有那种说 哇塞 拍一个军队的戏头发都不剪 杠精太多了 我的粉丝也挺累的 然后但是他们 我觉得 我相信他们已经有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思维模式了 所以就一下就过渡到这 我觉得是 对对对我觉得是 我忘了 问我这个事我真是忘了 但是肯定是 其实还是有点 我觉得还是有点懵懵懂懂的 就是也不是特别知道在干嘛 然后反正好像就要发这个EP了 然后肯定还是很紧张 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想 我一般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 就是感觉吧 高兴的瞬间就是有好多高兴的瞬间啊 你比如说 剧开播了 然后我的综艺开播了 然后 比如说 大家很喜欢收视率很好 你都是挺挺高兴的呀 然后 孤独有孤独就是 每次开完演唱会回回回家的时候 是最孤独的 对啊 就是你从 就是 就是那个反差特别大嘛 反差特别大 就是 一般我开完演唱会 过后我都 不太说话 就是 就你也 其实也很懵 就是 好像 做完了一个 这个这个事情 然后 好像又不是 不像是自己做的 对啊 因为 那么多人 在喊什么 然后回到家 就还是 就自己 或者酒店 待着 躺在床上的时候 想 对啊 对啊 说好了一起 白头写了 你们却先结了婚 哈哈哈 又何是什么 颜色的 如果不心事 短暂的 我想我只好 沉默 因为 这 转眼也很快了哈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可以吗 可以吗 是吧 可以吗 我有一天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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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情的 东西 我有我的 家庭 什么的 别骗我啊 肯定受影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个 肯定是受影响的 这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 是吧 2022年 我今天知道了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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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